麻油变出 姜片香气 松阪珠炒的油亮 肥瘦适中 新鲜食蔬沙拉 配上梅汁酱 酸甜解腻 空腹上菜 经典台菜 月上云端 在空中也能享用米其林星级料理 这一次因为跟华航的合作 我们才知道其实飞机餐非常的不简单 包括食材的选择 以及因为要复热 所以很多菜肴都必须做一些修正 所以以后我自己在搭飞机 我觉得我用更忐忑的心去吃每一道菜 因为真的非常精彩 从它的营养的考量 菜色考量 口味考量 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既样餐唤新四月上线 不论仓等从台湾出发的区域短途航线 都能吃得到 总品项包含米香餐厅最热门的菜 还有隐藏版料理 共15项预计每个月换一次 让旅客念念不忘想一搭再搭 我们希望这个台菜慢慢慢慢会走向全世界 持续的研究什么样的食材 能够在其他世界各地的话 能够取得的话 那我们从外地回来的这个航班上面 我们也一样可以提供浓浓的台湾味 让旅客一上了飞机就感觉已经回到家一样 长途三星移工 短途一星米香 华航针对不同航程的客群提供不同口味 不过今年航空业全面复苏 华航也预计重返路而道跟西雅图 其他国航也纷纷寄出招数拓展客源 欢迎搭乘星宇航空 星宇二度联名IP找来超可爱的Snoobie 梦幻主题航班从登机阵过夜包到行李吊牌 满满头去 飞机餐还是高品质的胡同烧肉 但包装甚至纸巾这些小细节全都换了新装 让人看了童星爆发 锁定暑期的亲子客 让小朋友搭机就像到乐园般快乐 明星有梦见面黄柏荣台北报道